105年综合所得税开征 今年申报截止日 因为短五年加的关系 而调整到6月1号 为了鼓励民众提早缴税 国税局大方推出多项好康 最幸运的民众还能够独得按摩椅 我们北七国税局有一个 就是说你完成申报 一个好礼大方送的一个活动 凡是说你在我们的申报期间 5月1号到6月1号申报期间 凡是您用那个网络申报 就是网络申报就是有金融凭证 还有那个自然人凭证健保卡 凭证来申报的话 完成申报我们都在会 把你列入我们的那个抽奖的 一个名单之内 那抽奖是会在7月12号 随机抽奖 那我们第一名有按摩椅一台 其他还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奖项 方便民众申报所得税 国税局提醒民众多利用 自然人凭证健保卡 加注册密码来进行申报 而税额失算通知书 也已经在4月底以前都寄出 请民众多加留意 那如果说您最近有收到 我们的税额失算的话呢 请在税额失算里面 做一个详细的核对 那如果说确认无误的话 就可以确认之后 确认可以用您的那个签名之后 用那个网络或者是语音 或者是零贵来申请都OK 那这样就完成申报的一个程序 那另外呢 我们的网络申报的部分 我们还是沿用去年 有自然人凭证的一个申报 那如果说您去年 有健保卡注册的话 那今年就可以用读卡机 直接办理申报 缴税季节来到5月份 一口气有房屋税跟所得税 纳税义务人难免压力多了一点 但是国税局提醒民众 纳税是国民的义务 还请大家能够依照时间 完成缴纳的手续 以免预期还得缴更多 得不偿失 凯婆新竹承诺一红蔡文起采访报道